今天我要分享一个 我靠着祷告的一致的经历 我在期待已久的情况下 我怀上了第二胎 可是可能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然后因为各种因素 我那时候就不小心陷入了 产前忧郁跟效率 那时候我每天都过得很辛苦 我不能够坐下来 我也不能够躺下来 我就会一直焦虑 然后我就会不自觉地发抖 身体也会麻痹 那个时候我会 一直想要找人讲话 因为我一独处的时候 我就会有很多忧郁的思想 然后那些很深的仔细感 就会让我有伤害自己的想法 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回家 因为我一回家的时候 靠近阳台我就会有一种声音 好像就是跟我说 你这么辛苦干嘛 你就跳下去就结束 可是我是信主了很多年 所以我内心知道我不可以自杀 我也不可以伤害我的宝宝 所以我的理智告诉我 我一定要去寻求帮助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我试过去找心理辅导 心理医生 我也试过中医西医 可是很多方法都对我没有这样大的帮助 连那时候的心理医生 他知道我的情况 他也只能开一个最轻微的抗鱿鱼药 因为那时候我在怀孕中 可是我吃了那个药之后 我的副作用是比较严重的 我会一直想呕吐 然后我也会完全吃不下东西 所以医生看到这样 他也同意让我先停药 其实停了药之后我更慌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一遍 可是都不能 我曾经试过连续三天 我都完全不能入睡 我到很累的情况下 我不小心睡着 可是我一睡下 我就弹起来 我就吓醒 然后我醒来之后 我就更焦虑 我就整晚就是一直走来走去 完全不能躺下来 一直到天亮 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很绝望 因为我不懂怎么改善我的情况 我很想振作起来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力量 我整个人就是觉得很软弱 不懂怎么振作起来 可是感谢神就是 在那个时候 神好像派了很多天使 我的家人 还有我教会的一些姐妹 他们好像吉利赛这样 他们每个人就是轮流的来陪伴我 我的家人陪伴了我之后 到晚上 有时候我的教会的姐妹 他们会打给我 他们打给我的时候 有时候我话都说不出 我只是一直在哭 然后他们就是静静地听我说 然后他们不打断我 也没有嫌我烦 到有一天 牧师他知道我的情况后 他开始打给我 跟我聊天 他知道我的情况了 他就开始为我做医治的祷告 他也给了我几片经文 他鼓励我去背起来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难专注 我也觉得没有力量去开神祷告 然后我看到我的老公跟孩子 他们越来越担忧 我就觉得 无论多辛苦 我都要努力下去 我就开始 去慢慢慢慢地背起经文来 然后我也开始在牧师的鼓励下 我做征战的祷告 到有一天我晚上又来很焦虑 觉得不能睡觉 我就觉得 起来祷告吧 然后我起来祷告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有一股力量 我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我很生气 为什么我的情况这样 我就开始 很大声地 我就开始斥责 那些一直搅扰我的灵 我开始大声地宣告 我就是神的孩子 然后神是有能力 帮我去胜过这些情况的 我一直不断地宣告 一直不断地祷告 祷告到 我突然觉得很生的困意 我只是觉得很想躺下来 我一躺下去 醒来 我就发现已经天亮了 那时候我一醒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一出门口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睡到天亮了 我已经很久 没有醒来 看到是天亮的情况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神的遗志就开始了 我在这一个 恢复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 我找到了一个武器 每一次我觉得焦虑来 我不能睡 我就祷告 从一个小时多的祷告 我的焦虑才能够消失 到慢慢慢慢地 我很短地祷告 我就能够睡着 有时候我甚至只是躺在床 我默想 就是神会看顾我的经文 然后神就是 说不要害怕的那些经文 我就可以睡着了 我真的觉得很奇妙 甚至有时候 我突然间也有睡不好的情况 可是我已经学会应付了 我不会再焦虑 也不会害怕 我就是继续祷告 继续去背经文 感谢神 他就这样医治了我的忧虑 焦虑跟失眠的情况 他也一步一步地帮助我 克服了回家的恐惧 还有对阳台的阴影 这过程虽然很难熬 有种像死里逃生的感觉 可是让我跟神的关系 却因此更深厚了 也让我感受到神的平安 真的是超乎一切的环境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 现在的我比之前更刚强了 而且我也特别地照顾 跟注意自己的心灵健康 不会再这么容易 让自己陷入犹豫的情绪 感谢神 在我最需要祂的时候 医治了我